10.N.D 假如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談另外一個叫 capital 的 supply capital 比較特殊 labor 是我隨時提供工作的時數 例如說我這個禮拜我要工作幾個小時 我下禮拜可以完全不工作 或者下禮拜我比這個禮拜工作更多小時 我隨時可以重新來 Capital不一樣 Capital是在那邊 它是比較屬於那種Durable的一個東西 Durable Good 它一旦蓋好在那邊 你不會突然明天就不見了 或者是明天突然變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談這個Capital Supply Capital是累積的 它是一個實際上是 我們幾個資源裡面 Labor Capital Lend Lend也是一樣 我們兩個Lend是相對是固定的 幾乎沒辦法增加 沒辦法減少 Labor是很free的 就是你隨時你要完全休息 或者是你要工作 就隨時都可以改變 看工資的情況怎麼樣 但Capital我剛剛講的 它不可能說今天的資本 一個廠房在那邊 價值是我們說兩億好了 你突然明天變成零 不可能 你頂多就明天折就了 假如這兩億是可以分十年攤銷的話 一年就折就兩千萬 你假如不去管它 不去增加設備 你到明年的時候設備現在一億八千萬 就慢慢的會減少 或是反過來 你覺得你的產量要增加 你想要增加你的Capital 你就增加上去就兩億可能變成這樣 變成兩億四千萬 它不會一下子變得很多很少 所以我們從另外角度來看Capital Supply 我們從它的變化叫做Investment 我們知道Investment叫I好了 Capital我們叫K 所以我們Capital的變化 實際上就是等於I Investment 那一個社會為什麼會有Investment 我的資源 我土地勞動資本拿來生產 Final Goods跟Service 一個極端的情況 我當期全部把這些Final Goods跟Service 全部用掉 完全不留 就是全部都是當成Consumption Goods跟Service 全部花掉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既然要有資本累積的話 就有些東西必須要留下來 不要把當場花掉 這是從實質面來看 我們Final Goods跟Service 一部分是流向Consumption Goods 一部分是流向Investment Goods 那這Investment Goods從消費者角度看 那是從我們整個社會的資源流動來看 從消費者角度看是怎麼樣 它沒有花掉嘛 它去買Consumption Goods 就是一個月我們就假如5萬塊錢 那我可能每個月花4萬5 Consumption Goods 當場就把它 十一柱形娛樂把它花掉了 然後剩下5千塊存起來 存起來以後在這社會上放在銀行裡面 銀行就把你這個錢拿去帶放給廠商 讓它能夠增加它的資本 否則廠商你要是不存錢 你廠商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有多餘的資金 來蓋它的廠房機器設備 所以Investment從另外一角度看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Saving Consumption就是消費者的Saving 所以Investment 實際上是等於Saving 跟儲蓄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從儲蓄那個角度來看Investment 然後從Investment來看Capital 就間接的 我們剛剛講過 Capital不是一下子跑出來的 一下子不見了 它是有增加有減少的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一個我們叫Stock 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Flow 這個是好像一個Sink裡面的水位 你水位多高你不會一下子不見了 你不會一下子從零增加得很快 就是它慢慢的有流出去有流進來的 所以我們從Investment來談Capital Investment跟要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因為擁有資源的Resource的是Consumer Consumer是透過Saving 把他這個錢存下來 然後交給Firm去做Investment 所以我們從消費者的Saving來看 那消費者為什麼要有Saving 假如沒有明天 你幹嘛要省錢 你Saving一定想要說 我明天要活得更好 所以我會把錢存下來 所以要談Saving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模型 叫什麼 叫做Inter-Temporal Choice模型 跨期選擇的模型 就是我不只是活一起 我可能有年輕的時候 年紀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接下來要談的 叫Inter-Temporal Choice Model 一個人可能活80歲 他從小一直到 我們說大學畢業以後23歲 開始有所得 23歲一直到80歲都有所得 他開始要Plan他的所得跟他的支出 所以剛開始可能你要存點錢 要不然你老了退休沒有Saving 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你就會有所謂的跨期選擇的模型 Inter-Temporal Choice Inter-Temporal Choice Model 或者另外一個名稱 就是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就是或者叫Life-Cycle Model 很多名稱 Overlapping Generation是一代一代 就是我們整個社會裡面 有年輕的有老的 都有 所以有跨代 不是這個社會全部都是年輕人 不是全部都是老年人 有Overlapping 所以有些人會存錢 有些人會退休 所以整個社會來講 會有多少Saving 等等 這幾個名稱都一樣 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消費選擇不是只有一期而已 我們有很多期 最簡單當然就是兩期 我們用兩期的模型來看 Two Period 最簡單的是兩期的模型 年輕的時候 年老的時候 或者是你退休前 退休後 就是你有個時間要存錢 有時候要花錢 就是要把存的錢拿回來 或者是反過來 你預期說你將來你會變成很有錢 你變成董事長 你可能現在不是 以後變成董事長 你想要說我將來會變成董事長 所以我現在可以多花一點錢 我以後賺多一點錢 來還我現在花的錢 有可能 所以Two Period Model 我們要T等於1跟T等於2 兩期 T等於1叫Present 現在 這叫Future 未來 所以我們幾個notation看一下 我們兩期有income 分別是M1 M1 M2 這個是Current 或者是Present 不寫Current 也可以 或寫Current 或前 Future還是我也是Future Present Future 或者Current Future 都可以 這個是Present 這是Future 所以income是M1和M2 Consumption 有C1跟C2 這兩個不見得要一樣 你可以一樣 你有賺多少錢花多少錢 賺多少錢花多少錢 可以一樣也可以不一樣 那你這兩個差異就是Savings 叫S S就等於什麼 M1-C1 我就有兩期 我儲蓄就這一期 這個值有可能是負的 你M1要是小於C1的話 變成負值 這個就變成什麼 不是Saving 變成是Borrowing 你借錢 有可能 OK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存錢下來幹嘛 你要賺利息 Interest rate R 一期 這不見得是一個月一年 反正就是一期 就現在跟未來的 今天一塊錢 Present 到未來的 1加R元 就這樣 OK 所以我們的Budget Constraint 怎麼樣 你到第二期的消費 C2 等於什麼 你第二期的所得 然後加上你存下來的錢 Saving 1加R乘到S 那S我們剛剛看到是M2 是M1-C1 對不對 好 稍微再整理一下 把所有的C全部移到左邊去 就E加R C1 加C2 等於 E加R M1 加M2 所以Budget Constraint Budget Line 變這個樣子 那這個什麼 這個的話你可以想像 左邊是消費 右邊是所得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可以寫成 我可以寫成C1加C2 除以E加R 等於M1加M2 除以E加R 這兩個式子是一樣 只是說 我這個是E加R乘在C1 就是左右兩邊都除以E加R就是 那這個式子 是一個Budget Line 然後用什麼來算 以什麼為基準算 第二期的是前面是E 第一期的是E加R 也就是說你第一期的一塊錢 放到第二期 變成E加R元 所以乘上C1就是你 你第一期花的錢 相當於第二期的E加R元 E加R乘上C1 所以這個是叫做Future Value 就是用Future Value 來計價的Budget Constraint 都是用未來 就是Future 未來 未來當成基準 那現在的一塊錢到未來 到未來就變成E加R元 所以我花了C1 就E加R乘上C1 然後加上第二期的 那所得也是一樣 我今天一塊錢 相當於我未來的E加R元 那我總共有M1的所得 所以E加R乘上M1就是 換算成未來的所得 現在的所得換算成未來的所得 未來所得也這麼多 然後加上未來所得 就變成是 這個是總所得 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叫Present Value 限值 Present Value of Budget Constraint 那個用限值來算的 預算限制是 用哪一個當標準 用現在的時間算 未來消費C2元 相當於現在什麼 C2除以1加R元 未來一塊錢到現在來算的話 就是變成 你把它算成Present Value 未來值那麼多錢 把它算到今天的話 就未來一塊錢 就值現在不到一塊錢 值現在的1加R分之1元 就是Present Value 這是它的 Budget Constraint 等一下我們再畫圖 整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很重要一點 這是消費者能夠選的C1 C2 要符合這個式子 或者符合那個式子 都可以 然後消費者要幹嘛 他要追隨他的滿意度最高 所以你要定義什麼叫滿意度 所以U of C1 C2 這個叫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 你有兩期的消費 然後帶給你的滿意度 然後這個消費的東西都是一樣 11住行育的都是一樣 就換成總金額 你消費第一期的 或者Present的總消費金額 第二期消費的總金額 有C1 C2 但是這兩期是不同時間 所以是不同的 你不可以互換 你要互換可以 你這一期省下來 你到下一期就變成1加R 你可以換 但是你在消費的時候 這兩期是分開的 你這一期 你要C1等於0 混不下去 這個還是一個最基本的生活的水準 你不能把 你第二期完全沒有也不行 或是你第二期消費很多 你也不行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消費的Time Preference 當然這個Time Preference 當然會定義什麼 MRS的1 2 這個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Delta C1 over Delta C2 的絕對值 我今天增加一塊錢 相當於明天多少錢 這個同學講說 不是一家而言嗎 不對 這是消費者心裡面感覺的 有些人 有些手材奴 他覺得明天很重要 他明天要過得不好 他Miserable 所以這時候可能這一期的價值就很低 有些人是急事行樂的 這一期我馬上要 我管他未來怎麼樣 未來我不care 我很care我現在 那時候這個價值又很高 所以這個是主觀的 交換的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交換的比例 這個每一個人 這個主觀的不一樣 跟利率不同 利率是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今天一塊錢 放在銀行裡面 明天就變成多少錢 就一家而言 這個是固定的 但這個是每一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 我們還是假設 他的這個所畫出來的indifference curve 還是像有點突出的 C1 C2 像有點突出的 這樣 方向也是一樣 是這個方向 越往上面是 越往右上方向是越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 可以定義一下 我們還是對這個有些限制 除了這個MRS要遞減以外 Diminishing 除了有Diminishing的 MRS1 2以外 還有另外一些假設 這個東西 我們叫Marginal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Time Preference 其實上就是一般的 你就把1當成x 2當成y來看 x跟y 我們現在做一個假設 我們說 Define 我們說 a consumer is impatient 他是沒有耐心的 If MRS1 2的 C 當我兩期的消費都一樣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要大於1 也就是說 我今天1塊錢 值明天大於1塊錢 所以今天比較值錢 跟利息沒關 就今天 所謂impatient 我沒有耐心 我看到東西我就想 看到一個iPhone出來了 我就趕著今天就要買了 我不要等到以後再買 這個是impatient 所以什麼意思呢 這個45度線 45度線 上面代表什麼 C1等於C2 對不對 兩期是一樣 然後 在這個上面 只要穿過45度線的地方 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 都要大於1 就是要大於45度就是了 就稍微抖一點就是了 這個就不會平的 就是impatient 這只是一個assume assumption 你可以假設這個人 不見得是那樣子 守財怒可能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假設它是 impatient的意思 就是MIS12是大於1 OK 接下來我們把消費者的問題寫出來 maximize u of c1 c2 然後這要選 c1 c2 subject to 任何一個barget constant都可以 這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我們用那個好了 我們說1加r c1加上c2 等於1加r m1加m2 那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 當然我可以用lograngian把它 我們把lograngian寫出來好了 這個lograngian的 c1 c2 以及lambda 等於u of c1 c2 加lambda 乘以e加r m1加m2 減e加r c1-c2 這個lograngian 你可以找 first of the condition 我不做了 c1 c2的微分等於0 等於0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也要等於0 然後去解它的first 這是first of the condition 這是first of the condition 然後就可以解出來 c1 c2等於什麼 我們先寫好了 c1 會等於depends on什麼東西 這裡面有幾個東西可以 是外面給的 不是我要找 我要找 c1 c2 所以c1 c2 不要去管它 c1 c2 這裡面我不能控制的是r 我不能控制的是m1 m2 對不對 所以depends on什麼 r m1 m2 c2也是一樣 depends on r m1 m2 好 好 我就skip這個 你們回去當exercise自己做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問題跟以前的問題 有哪裡不太一樣 或哪裡一樣 你假如把這個東西當x的話 這東西當y的話 這東西當x 這東西當y的話 這個當m的話 還差一個什麼東西 px等於多少 py等於多少 所以假如這樣看的話 py等於多少 py還依舊是等於1 是不是 前面 我們把這個考慮 px乘上x加px乘上y等於m 所以左邊是 價格成數量加在一起 等於你的總所得 現在這裡數量有了 價格沒有 價格是ys等於1 或是c2的價格等於1 px等於多少 1加r 合不合理 注意到這兩個商品 x是當期的消費 present 當期的消費 current consumption c2是future consumption 我們講過了 你今天不消費 你放到明天 可以變多少錢 存下來的話 你明天可以多花r元 就1加r元 所以今天商品的價 假如明天的價格是1塊錢 今天商品應該是比較 價值比較高 對不對 你今天放1塊錢 你不消費 你存下來當成saving s的話 你明天可以變成1加r元 所以今天你每花1塊錢 就相當於明天花了1加r元 所以px等1加r很合理 這兩個相處px3 py等於1加r 這相對價格 今天1塊錢值明天的1加r元 所以整個差不多就有個雛形出來 就是這個是我的所得 這個是我的current consumption的價格 一是future consumption的價格 我們就套以前的 那個consumer的問題 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就很簡單 所以first order condition是什麼 你可以重新解 沒關係 你要不解的話 我們就套以前的 indifference curve slope mrs12等於什麼px3 py px4 1加r p1點1塊錢 或px4點1加r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然後另外就是 1加r 就是c1加c2 等於1加r m1加m2 這裡我要稍微解釋一下 mrs12等於什麼 mrs12 根據我們前面 邊際替代率 它有utility function 就是marginal utility1 屬於marginal utility2 這是今天增加1塊錢 帶給你的滿意度 這是明天增加1塊錢 或者future增加1塊錢 給你滿意度 這兩個相處 就得mrs的xy 所以這是first order condition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圖形的意義 這個模型圖形的意義 均衡點 這個跟這個 我們下一次再來畫 來來驗證一下 你們lagerentine自己回去 這個lagerentine 你把它這三個條件解 也是一樣解出這兩套式子 因為這個式子 就是這個式子 對lambda的微分 就把mg constraint給重新寫過一次 然後這兩個式子 把它移向一下 相處 要去得到這個式子 你們回去可以嘗試看看 講到這邊各位看有沒有問題 我先預告一下 我們現在談的是 有關於財務 financial investment 我們現在談investment 我講過 為什麼談investment 因為investment是capital的變化 但investment要成saving 那邊來看 現在是談saving 我們後面會再談有關於 跟capital有點相關 是個人的 叫做human capital 這個會多談一些 但是跟我們的resource是 我們講說土地勞動資本 那個capital是不太一樣 好 今天可以送到這裡 今天可以送到這裡